如果以色列停火的话 他们愿意放走70名人质 坦克炮击部队长驱直入 以色列发动地面站超过两周 持续逼近哈马斯核心据点 军方发言人更亲赴最前线 知道哈马斯在儿童医院内的地下指挥所 这是一个围线 它是同一层 它是在这里的围线 所以这是一个围线 所以没有人能找到它 医院下方秘密地道曝光 武装分子连武器也来不及带走 甚至墙上还贴着针对以色列的作战计划 出入哈马斯隧道如入无人之境 早已军陆海空三军夹击超过一个月 以色列国防部长表示 如今哈马斯在加萨势力不如以往 兵败如山倒 哈马斯也紧急喊话 愿意释放人质换停战五天 以色列是否愿意停火 目前官方还未正式回应 不过尾巴冲突时间越长 就怕加萨医院撑不下去 加萨北部只剩两家医院苦称 西法燃烂荒未解 至今已有34人死亡 其中包括七名婴儿 医院惨况激起穆斯林怒火 美国总统拜登也发声 隔空喊话以色列也透过外交手段 要求以色列保护平民和医院 为加萨人留下一条火路 接下来要把时间交给记者伟加球 带大家来看 以色列军人的殉职统计 以色列宣传又有两名士兵殉国 他们说这些尾巴冲突开战以来 已经是44个士兵阵亡了 我们带你来看到 在加萨走廊这边 持续的以色列是发动了空袭 而以色列军队在加萨的北部地区 现在说了 他们又再增加两名士兵殉国 到现在加一加以色列 已经有44个人命上加萨 那么当然了 以色列的国防部长就讲了 其实过去在这个地方 同志长达16年的哈马斯 目前的状况是已经失去了 在加萨的掌控 而且这些恐怖分子 正在往南边来逃 不过现在哈马斯的组织 他们宣称 在加萨走廊这个部分 死亡人数已经有11,240人 包括了4,600多名的儿童 还有3,130名的妇女 而他们说另外还有2万9千人受伤 随着以色列一直不断的空袭 这伤亡人数恐怕还会不断在上升当中 佳琪怎么会有这样的说法呢 说加萨灾民在西法医院等死 加萨目前最大的医院遭到了围困 那么新生儿跟病患 现在都急需医疗的帮助 我们今天也看到的是 加萨最大的医院西法医院 现在遭受到了围攻 但是以色列说他们有为平民 提供一个安全通道 而且在医院的附近 也放了300升的燃料 一切都是哈马斯 阻止医院来取得 而为什么他们要围攻西法医院 当然就是因为 这下面有哈马斯的组织了 那么加萨的卫生部就驳斥说 我们才没有阻止呢 他说以色列军队用坦克助手在门外 而且炮火持续的轰炸 西法医院每天需要 8000到1万升的燃料 才能够供应这整天的用电 而且以色列给的燃料 只够用一个小时 真的是差很大 不过现在在这个地方的状况 是病患有650人 医护3000人 流离失所跑来这边的人 也有将近1万5到2万人 但是没水没电供养又吃紧 现在重症监护是因为轰炸受损了 所以院内的避难所现在也遭到破坏 所以医疗资源极尽边临崩溃的状况 所以这WHO的秘书长谭德塞就说了 世界不能保持沉默 呼吁现在就应该来停火 所以请佳琪带大家来解读 以色列军人攻到西法医院大门口 以军现在围攻西法医院 引发很多的国际舆论抨击 不过以色列军队强调他们目标是要摧毁 哈马斯的治理能力 我们到底看到在加撒最大的医院 就是西法医院了 不过这个地方原本是应该来救人 现在却被当成攻击的目标 西法医院目前断水断电停摆 至少有12名的患者因此而死亡 那么哈马斯设施的所在地 现在就被以军说就在这个西法医院底下 所以就成了以色列的关键目标 但是这以色列的官员就说了 他们的目标当然不是医院 而是医院底下的总部 他们才不是要打什么医疗 设施不让民众接受医疗 他们控告哈马斯 已经把人民当作人肉盾牌了 甚至有以色列的学者就说了 我们对付的是军事政治实体 我们必须要摧毁 防止它再度构成威胁 只不过现在就攻击的目标 毕竟是医院救人的地方 怎么现在没有办法救人 还被当成攻击的目标 也因此现在外交风险升高 白宫的国安顾位苏利文就说了 无辜的平民卷入战火之中 他们当然不乐见在医院内交火 就此他们会跟以色列 在积极的来协商谈判 希望在这一区能够停火 如果你想了解更多的国际资讯 不妨扫一扫QR Code 帮你更新最新的国际消息 解读埃及陷入两难 以色列电力工人 正准备到与黎巴嫩交界修复电塔 结果车子被炸到火烧车 以色列与黎巴嫩的战火 越来越激烈 坦克上街重兵部署 就连以色列国防部长 都亲自到边界来抢瞎了 说以色列随时可以把黎巴嫩变第二个加萨 要真主党三思而后行 而这几天 轰炸平船 双方交火来到最高峰 以军拍片证实腹被受敌 北面的真主党似乎在酝酿下坡行动 在11月11号这一天 是黎巴嫩真主党为阵亡民兵们悼念的烈士日 气奔哀气 但是家属们却说都不后悔 像是这名11岁女童 她在这次冲突中失去了爸爸 还有这名老父亲 忍痛看着儿子们传来最后影片 他们却都说这是必要的牺牲 就在这个场合上 真主党的领袖纳斯鲁拉 说对以色列的攻击还有武器都更升级 还使出了必杀计 真主党宣称他们已经出动了布尔坎飞弹 是携带了超过500公斤的炸药瞄准以军 但是这并不会让加萨走廊的困境好转 等了四天 埃及与加萨交界的拉法关口终于又重开 大批拥有双重国籍的巴勒斯坦人 或是外国公民千辛万苦逃到拉法关口 得在门上的清单找自己的名字 才知道到底走不走得了 包含俄罗斯也有60多位公民撤出 大家都说心有余悸 只是这撤离速度归宿进行 不只是因为以色列的轰炸没停 还有政治考量 加萨的邻居埃及从头到尾都坚持 尾巴冲突加萨苦难要原地解决 绝不可让加萨百万人涌入埃及 埃及总统话说得很强硬 但现实是埃及的经济早已千疮百孔 经不起这一出 而且下个月就要选举了 埃及 卡达 伊朗 中东各国各有盘算 这也让沙烏地阿拉伯主导召开的 阿拉伯峰会流于形势 都有共识要谴责以色列 但是怎么不引火上升 又平息战火 大家没有答案 TVBS新闻总和报道